大家好,我是依依 又到了吃腊肠的季节 做好的腊肠怎么做好吃又不油腻呢? 今天分享一个腊肠炒蒜苔的做法 做法简单,好吃又下法 首先准备一根腊肠 分干的腊肠表面会有一些灰尘又干又硬 用热水把腊肠表面清洗干净后 用刀切成大小均匀的薄片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下来准备一把洗净的蒜苔 切去较老的一部分不要 再把蒜苔切成2-3厘米长的小段 处理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小块生姜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准备几个大蒜用刀拍扁切碎 处理好后再装入盘中 把现姜切成马蹄状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放成红椒 锅中水烧开后加入适量料酒 放入姜片 放入腊肠 焯炭3分钟左右 可以去除表面残留的灰尘和压硝酸盐 这样吃起来口感也会更好 腊肠也不会太咸 焯炒好后捞出来沥干水分备用 下来锅里倒适量食用油 油热后改中小火放入腊肠翻炒 炒出腊肠里的腊香味和里面多余的油脂 里面的油脂炒出来后 放入姜蒜炒香 再放入蒜台翻炒均匀 让腊肠的香味和蒜台完全的融合在一起 开始调味 腊肠不是很咸的话加入一点盐 一点蚝油 适量生抽翻炒均匀 这样焯炒后的腊肠吃起来不会太咸或太硬 放入现胶翻炒 最后加入鸡肠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好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腊肠炒蒜台就做好了 这样做蒜台脆甜可口 腊肠香而不腻 非常下饭 如果你也喜欢我这个做法 帮忙点个赞吧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关注转发 感谢你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见